家里客厅老奶奶开心牵着小朋友的手转圈圈一起玩乐 这是台东布农族孝子猎人王光露的母亲 但是这场景现在却再也无法重现 原来王光露在5月30号快筛阳性 同天妈妈也阳性确诊 之后利用视讯看诊功能 卫生所也帮忙送药到家 原本没什么状况 但是6月4号开始 妈妈逐渐出现无力感 甚至需要人搀扶 6月6号王光露觉得状况不对劲 赶快打119将妈妈送医治疗 大约凌晨4点妈妈单独住院 王光露先行返家 8点接到了医院电话 叫他要有心理准备 到了大约8点50分 妈妈不幸过世 我们小孩子都讲好了 说我们时候要办这个 我母亲的那个生日 让他500岁的 王光露在2013年因为妈妈想吃山铲 猎捕山羊跟山枪遭到判刑 这案子引发了讨论 不少原民团体跟律师声援 去年蔡英文总统特赦案子才告一个段落 原本以为可以跟妈妈享受天伦之乐 但是这时光太短暂 而且10号正好是妈妈100岁生日 原来家人都约定好一起庆祝 可惜天不从人愿 因为家里陆续有人确诊 王光露也只能待在家 对着照片思念已经到天上的母亲 TVBS新闻 刘景元黄凯静台东采访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